車禍現場這名在車門旁邊 忙著救人的紅衣女子 是小客車副駕駛座上的乘客 36歲的余姓女子 交車上姐弟傷重不治 余姓女子是其中弟弟的女友 阿姨不要人活 等待檢方相應的時候 她抱著男友的媽媽安慰 也要自己堅強 要幫男友照顧好媽媽 心中默默下了決定 她自己也在車禍當中受傷 腿上還包著紗布走路一搏一搏 最痛的是男友和他姐姐沒能獲救 這張開心自拍是姐弟合照 這張朋友一起聚餐 後方並肩坐在一起的 就是情侶兩人 車禍身亡的男友 32歲的李姓男子 是台積電外包化學工程師 之前在加油站工作 認識了女友 余小姐跟男友母子同住在清水 兩人相識多年 幾個月前開始交往 相處像家人一樣 男友加州原本七個人 父母親和五名子女 這一次出車禍的是三姐和大弟 兩人相眾不治 小弟十幾年前也因為車禍喪命 半年前爸爸病逝 家人很難接受 接連同時親人 大姐家在台中大理 他們打算把媽媽接到大理 究竟照顧 短短半年失去三名至親 未來的日子更需要親人相互扶持 TBS新聞陳志中吳淑貧 章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致電視新聞網站 致電視新聞網站